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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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演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这一时间段 李克勤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本公司的张学友 以及后来居上的黎明 到稍后的四大天王 当年的颁奖里最难后 五名是四大和李 得奖的始终是四大 李陪炮 陪炮到后来 估计他也习惯 更多不甘心 直到千禧年后 李登顶 四货最难 发表 获奖感言 让人不禁落泪 原来李克勤早年风光时 消费也大手大叫 名车 名包 豪宅 通通买买买 尤其是豪宅和豪车 贷款的月供高达80万 再加上一个人 每个月50万的生活被开销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他不得不被迫营业 尽管这么艰难了 2003年他还是参与了 由香港演艺人协会筹办 为非典病人家庭筹款的音乐会 在香港大球场的舞台上 与谭永林合唱朋友 用歌声号召大家 为抗击非典献出一份力量 2009年 李克勤又与谭永林三度合作 举行共12场演唱会 以音乐推广香港的2009东亚运动会 为运动会筹募经费 李克勤在乐坛的表现 让刘德华也满是欣赏 当对方找上门要借钱时 刘德华只回复他五个字 账号发给我 二话不说就把钱打了过去 刘德华至今已经出道40年 也红了整整40年 刘德华说 别人帮过你 所以以后要记得帮回 所以他拍了许多商业片 来报道王金 尽管被人骂 仍要唱着心酸的浪漫 面对一切 有情有义 一点也不心酸 王家卫曾说 刘德华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30年才出一个华载 《与你练足100分》 写与卢淑仪的爱情故事 28年独爱她 谈永龄有一首歌 《与你练足100分》 工作繁忙的阿伦 没办法与恋人痴产 他的小谜弟李克勤 完成了偶像的意愿 自1992年 在港姐竞选会上相识后 李克勤30年来 只爱卢淑仪一个人 舆论圈中 恐怕只有师兄张学友 与妻子罗美威可以相比 李克勤对卢淑仪一见钟情 为她写下你是我的太阳 对李克勤来说 卢淑仪就是她生命中的灵感女神 在我身边 刚找到你 依依不舍 寻罪 飞花 我不会唱歌 婚前的女人 李克勤用手手好歌 向她的女人表达爱意 传递出只愿一生爱一人的 通达爱情观 两同甘共苦 婚前婚后 李克勤从来没传出过 语异性的绯闻 既是林侠次歌手 也是林侠次男友 老公 两个孩子的爸爸 罗淑仪本人极少正面亮相 都是通过李克勤在演唱会 和社交平台 才得知她的境况 信与不信 李克勤是不信的 成名早 但早年的孤傲 和不懂人情事故 让她错失了机会 陷入了低潮 爬起来后 四大天王当道 车里面有个能唱 而且又成熟的张学友 一下子就由接班人 变成第五人 克勤又是幸运的 就单说香港乐坛 好嗓子 擅长歌的人多了去了 吕芳当年可是与张学友 齐名的双子星 现在二线都勉强 细数一下李克勤的惊人成绩吧 一 李克勤做次一百多首 包括红日 深深深 大会堂演奏厅 及周慧敏最出钱的作品 最爱等 红日是李克勤拍完戏 身体极度老累情况下 蜷缩于地下停车场 苦思迷想的代表作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歌词就是他当时的新生 事业不顺 但是带着希望前行 有句话总结的特别适合克勤 若有诗书藏于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从克勤填写的歌词中 我能看到那个浪漫温柔 善良而又充满赤子之心的歌者 以及他对音乐的热情 所以即使53岁了 身上依然奇异地 柔和了成熟与童真 多年对古典流行的跨界尝试 更为他增添了古典 优雅的气质 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永远不会落去 二 李克勤是港月唱功 最强的十大歌手之一 包括已故事的 五男 五女 男 林子祥 罗文 张学友 李克勤 陈奕迅 三 十大变态男唱香港歌 林子祥 张学友 李克勤 各战良寿 四 李克勤是全球华人 全球首位发烧蝶录制者 李克勤演奏厅是环球唱片 花巨子为李克勤制作的大蝶 同时现场同步录制 一切呵成 无后期修音 歌词多为李克勤亲自操刀 现场配乐为世界级演奏大师 黄拉蒙 霍世杰等 多年后 蔡琴效仿 张信哲也在我是歌手节目中说 做这样一张大叠是每一个歌手的梦想 五颗月夺冠 导师新歌破译播放 2021年4月 李克勤加盟TVB歌唱比赛节目 生梦传奇 任首席导师兼主理人 虽然起初两位00后参加者 张天文及姚卓飞 不知李克勤是谁 经过两个月来的相处 克勤已经成为一众血缘的超级奶爸 为何还频频参加内地的歌唱节目 李克勤在最近采访中解释 并不是没钱花用 而是不想坐吃山空 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后来更是被爆出 54岁的李克勤 在酒桌上被迫营业 这就是媒体一贯的春秋写法 明星占的钱听起来很多 但是花费也很惊人 近一年没有工作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助理等等 要不要讨薪水 不薪水 蒙面歌王 我是歌手 只会增加曝光 并未能带来收入水平的直接提高 做音乐综艺节目导师 香港担任生梦产期导师 浙江省中国好声音 才是收入的大头 当你遇到一些机会 并不会马上给你带来直接的利益 你还愿不愿意去做呢 命运是怎样 我们始终无法掌控 95%是上天的安排 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5%不到 没有专注当下 眼看风转动 云起 按起云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讯